另外的消息是发生在这个台北县的巴黎屋水厂 傍晚的时候呢 突然传出了有爆炸公安的意外 那么一次是因为回收了水 这个高压电盘故障量层的大货 有私密的维修人员都分别受到了轻重伤 送到了马尖医院急救 而其中有一个伤势比较严重 他的呼吸系统受创 目前还在急救中 这个情况是怎么样 还好啦 真的还好啦 还好啦 家属虽然嘴说没事 不过步伐始终没有停过 急忙前往医院 向我巴黎屋水厂进行放土回收工程时 疑似因为回收水高压电盘故障 突然起火爆炸 导致四名工人受到轻重伤 应该是爆炸伤 爆炸以后的那个烧烫伤 那那个最主要集中在脸部 还有胸部 左侧面这样 那因为还有吸入性的问题 所以他可能吸入性的呛伤 那这部分可能要插管治疗 四名工人被紧急送往马尖医院急救 其中伤势叫亲的李世贤 张国平以及张元亭 分别受到二到三度的烧烫伤 而目前情况比较危机的王胜宏 还在家户病房插管急救中 我们外包的设备 维修完了 再回到我们厂里面 结果还是不能动 那所以说我们做线路上的查修 就查修的结果的话 就是发生短路 那造成因为电路虎的灼伤 回到施发现场 高压电盘被烧的焦黑 电线被烧毁裸露在外 可见当时电盘爆炸 威力相当强大 巴黎屋水厂这起公安意外 真正起火原因 还有待老警局深入调查 中文学员台北综合报道